位在桃圆市中立区中平商圈的第一银行建物 因为结构问题 第一银行去年8月完成搬迁 准备拆除新建新办公大楼 但地方人士紧急提报登陆文化资产 他们认为这栋建物是日治时代中立街上唯一的银行 建物具1930年代现代主义风格的特色 目前文化局以文之法启动了审议程序 办理会刊并要求6个月内不得动工 未来将研议是否能列入指定古迹或是登陆为历史建筑 所谓的契约先占股或是怎样的部分去处理 我想这个部分是可以去做处理的 或是用他们会告我的 魏科长你讲的是蛮天真的 人家合业是 义英改建包商对着文化局审查委员是大土苦水 因为在动工拆除前夕 一纸公文阻挡了施工进度 也深怕每一照工程进度执行被一银罚款 第一银行财务处财产营善部的经理方正文说 这栋建物因为结构安全性的问题 去年8月就已经完成搬迁 将拆除改建作为分行之用 工程都已经发包 如今却面临文化资产登陆的问题 他们也很傻眼 文化局表示这栋建物建于1939年是三连栋街屋相当罕见 同时具有现代主义的风格 地方人士不舍拆除提报文资会刊 文化局尊重民众的权益 将依法启动相关程序 六个月内完成审议 但是包商指出 他们当时也是依法向公务局开工报准 30多名工人和相关器材 都已经准备好了 文化局只凭一纸公文就要求停工 定金一两千万都付了 相关的损失要向谁求偿 对此文化局表示 建物在位列为占定古迹之前 不适用文资法相关罚则 他们坦言只能道德劝说 希望业者和义营能够配合审议作业的进行 以保护珍贵的文化资产 他有线新闻时代林中理采访报道